大家好,我是亮亮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良心当铺 从前啊,有一个当铺 这个当铺的生意是一天不如一天啊 眼看就要关门大吉了 良心当铺的老板张一平 因为得了一场大病 眼睛啊,意外失明 只得把当铺交给了儿子张三宝打理 这张三宝他不懂得经营 二不失货,前不久啊,又因为贪财 已连错收了几件夹古董 亏了两千多两银子 这天,一个老头拿着一个青花瓷瓶 来到了良心当铺 伙计连忙叫来张三宝 张三宝接过青花瓷瓶 看了看,说道 拿走,拿走 什么东西啊,也拿来当 这个老头说啊 你不相信这是古董 这可是我家祖传的 然后啊,老头细细的跟张三宝说了一番 原来啊,老头有病在身 急需钱买药 他求张三宝收下这青花瓷瓶 说只当二十辆银子就够了 说着,老头不住的咳嗽起来 看来,老头把这瓷瓶啊,当作了救命的钱 张三宝想啊,以前我太贪 没有良心 以致老天宠罚我 当铺也一天不如一天 反正如今,当铺也要关门了 不如就给他二十辆银子 于是啊,张三宝收下了瓷瓶 叫伙计啊,去取银子给老头 伙计慌了 上前对张三宝说啊 老板,这可不是古董啊 这个连一两银子也不值啊 张三宝说啊 我叫你给钱,你就给钱吧 伙计啊,叹了口气 值得取了二十辆银子给老头 伙计见张三宝 拿着瓷瓶进了里屋去了 嘴里说道 明明是假货 还要 我看这当铺啊 要关门咯 哪想到啊 十天过后 这个老头又来了 这次啊 老头又带了一个青花瓷瓶来 伙计一看青花瓷瓶啊 跟上次那个大不一样啊 伙计不敢大意 赶紧去叫那个张三宝 张三宝看到这个青花瓷瓶啊 眼睛也不油的一亮 用手啊 摸着瓷瓶说道 你想当多少银子啊 老头说啊 五百两 张三宝吃了一惊啊 说道 你只当五百两吗 这样吧 我给你一千两 老头说啊 不必那么多 只要五百两 我就够了 张三宝高兴的收了瓷瓶 叫伙计给钱 老头最后把上次那个青花瓷瓶啊 熟走了 十天过后啊 熟档的日期到了 可老头却没有来啊 那个青花瓷瓶就算是当铺的了 这个瓷瓶啊 少说也能值两千两银子啊 没想到最后却是赚了一把 不久啊 张三宝另有打算 就把当铺盘给了凶龙当铺的刘老板 这天一大早啊 刘老板就带着两个伙计 来到了良心当铺盘货查账 懂他看到了那个青花瓷瓶啊 不由得大惊失色 连忙对张三宝说啊 你这当铺 我还是不要了吧 张三宝觉得奇怪啊 你怎么处于凡人啊 刘老板指着那个青花瓷瓶说 就这瓷瓶 就能值五千两银子 你说你的当铺经营不下去了 开什么玩笑啊 刘老板说完啊 袖子一甩 带着自己两个伙计 就走了 张三宝弄在那里 好半天啊 他上前捧着青花瓷瓶说 这瓷瓶值五千两银子 这么多 因为有了这个值钱的青花瓷瓶 良心当铺 依然开张着 而且啊 而且啊 生意是越来越凶龙了 到了年底一盘证啊 当铺 扭亏为盈 除去各种开支 还赚了三四千两银子 那天晚上 张三宝把这个喜讯 告诉了父亲张一品 张一品听了 笑着对张三宝说啊 当铺 能起死回生 看来 还是靠那个瓷瓶呀 张三宝说啊 是啊 那么值钱的一个瓷瓶 那个老人 才只当了五百两银子 一直也没来熟 那是人家 见你有良心 送你的 送给我的 张三宝感到很疑惑 老人拿来的第一个瓷瓶啊 明明是个不值钱的假货 可你还是给了他二十两银子 你是见老人有病 可怜他 可见啊 你是有良心的 所以后来人家 就送你一个 值五千两银子的真瓷瓶了 张三宝不由的有些纳闷啊 问道 爹 你怎么知道 这么清楚啊 张一品笑着说 因为 我就是那个老人啊 你 张三宝惊讶的半天 说不出话来 张一品 继续说道 我知道 当铺早晚 都要交给你打理 于是 就在大病之后 装着失明了 让你来打理当铺啊 哪想到你贪财好利 急于赚钱 没有良心 不到一个月就亏了两千两银子 为此 我很气愤 可我还不想让当铺 就此败了下去啊 于是 就化妆成一个有病的老头 拿一个假瓷瓶来当 没想到 你小子 还有点良心 给了我二十两银子 于是啊 我就找出我珍藏多年的古董 瓷瓶拿来当给你啊 如此一来 就没人敢收购这个当铺了 而你 也就有了信心 张一品笑着说 哈哈哈哈 要谢啊 就谢你自己的良心 这是你的良心救了你 哎 拯救了当铺啊 我当初给当铺取名叫做良心当铺 就是要做一个有良心的人啊 经用一个有良心的当铺 因为只有良心 才能赢得人心 才能赢得生意啊 张三宝不住的点头 他终于明白了父亲经营了几十年当铺 却没有赚到多少钱的原因了 良心当铺这个故事啊 就给大家讲完了 我是亮亮 下期再见